新劇守护神之保险調查的一眾演員 苗喬偉 黃中澤 劉心游 徐子山 吳代勇 康華和黃亭峰 這日齊齊去到老人院 和一班老友寄吃盤菜 更大玩遊戲兼派禮物 順便拜個早年 早前Bosco拍攝飛虎之雷霆極戰時 意外夾斷腳掌 這日他仍然要撐著拐掌行路 但依然還會開玩笑 醫生有沒有說大約何時可以 就是完全不康復 那就要看看我的物理治療進度 就是看一看 起碼走路的時候先不痛 因為現在走路時有點痛 不痛就可以慢慢再做多點事 其實運動不夠而已 你治療就是叫你做多點運動 就是去踢球、騎馬、滑雪 這些就會幫助你的康復 會快點好 一收工我就約三哥 首先踢個長球 然後我們拜完年就去滑雪 白人說回來香港就去馬場騎馬 那很快就會好 很快就沒事了 沒錯 即使Bosco受傷了 但他堅持坐輪椅繼續拍劇 真是相當專業 劇中和Bosco對手戲最多的三哥就說 這次應該是Bosco演技上的一大挑戰 這次其實對Bosco是一個很大的演技考驗 即是他自從雙腳受傷之後 他的肢體所有東西是完全跟平時配合不到的 是啊 又要扮行 又要扮行 又要扮開槍 站起來又要扮開槍 但是都是很厲害的 難不了他的 真的厲害 都是順利可以完成的 昇華到另外一個境界 那三哥是否真的會遷就著一下 遷就著他 這麼年輕的 何必遷就著他 有一次是批拚的 照打的 那就照打了 不打雙腳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不要打妖害 不要打雙腳 不要了